有用到那个外面BowStream 意思是说把里面的东西转换成文字 其实就是类似像那个前后让它加上双以后 那我怎么知道某一个变数里面 到底里面放的形态是哪一种的话 那其实有一种方法就是再多学一个 你可以在这边多加一个print print什么呢 再多学一个所谓的type type type 是什么呢 就是把某个变数它里面放的形态告诉我 比如说我今天放个a好了 把type a 那你会发现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比如type a 之后的话 那它就会出现什么 打错了 type type 把a的形态告诉我一下 它跟你讲说 特别注意哦 它这个时候会秀出一个名称叫int 意思是它隶属于在哪一个 哪一个形态里面 它用class 它用int告诉你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假如说呢你这边加一个3.2 好了 OK 3.2的话呢你再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呢 class变成什么呢 变成float 就是浮点 OK 也就是说特别注意哦 数字可以分两种 一个有小数点 一个没有小数点 如果有小数点就float 这点要特别注意 另外的话当然你也可以怎么 在3.2前后加上什么 双引号 OK 那双引号的话 type之后的话 它就会告诉你说 啊 这里面放什么呢 哎 type 错 啊 不行 我底下这边 因为我 如果我 假如这边3.2它加 它就出错了 OK 那这边把它注解掉 这边注解的话 这边之后 就是在那个开头前面加紧字号 我不执行这一行 如果你这一行程式呢 假如说不想执行的话 这一行也会出错 我这边把它注解掉 就是在开头怎么样 加一个紧字号 如果你在 程式的开头加紧字号的话 那就表示说呢 这一行程式不会被执行 我们把它type一下 OK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时候它就告诉你 啊 这里面放的是 是street 那以后的话呢 就是可以透过这种方式了解一下 你那个变数里面放的形态 是不是正确 如果你放不同不正确的形态的话 那以后的话 你就不能够去做某些事 比如像我刚刚这个地方 假如说我变成什么 变成那个3.2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出错了 因为它没办法做计算 那怎么改这个问题呢 很简单嘛 比如说我这边里面放一个字串 那如果说我将来呢 要能够在这边 能够被计算的话 那我势必要怎么样 把它怎么样 转换成什么 没有双引号的3.2 那变成说这个地方要怎么做 转 刚刚我们是什么 用INT嘛 刚刚是用INT刮弧 把这个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INT 刚才问题来了哦 如果你用INT的话 3.2变多少 3 OK就不对了 所以怎么办呢 特别重要 如果是有小数点的话 叫什么 Frozen 所以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Frozen 好 这样的话 再把它做print 结果 应该就OK了 Frozen OK 有没有 所以特别说 如果你用INT的话 变成3加上20 就没有小数点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应该就OK了 有没有 20.3 那如果你今天 假如说你 转型的时候 用INT的话 那应该什么 20.2 的2 小数点 有没有 那应该呢 就会 出错了 不过呢 甚至他也不给你转 为什么 因为呢 里面是有小数点的 但是你用INT的话 他跟你讲说 不行耶 你里面有小数点 我没办法帮你转整数 OK 所以可能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 如果有小数点的话 那请特别注意 就要用Frozen 来转型 OK 来试一下 画面 还给各位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后面的部分 没关系 好